伊朗克尔曼举行的 伊斯兰革命卫队 圣城旅前指挥官苏兰曼尼 逝世四周年的仪式上 发生了两起的恐攻爆炸 电视直播中突然一声爆炸响起 众人四散奔逃 第一次爆炸距离苏兰曼尼的墓地 只有700公尺 第二次的爆炸距离 朝圣者的参观地点一公里 两次的间隔只有10分钟 伊朗官方表示 目前造成了73人死亡 170个人受伤 另外还有报道指出 攻击者把几个装满瓦斯桶 放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引爆 加上大型活动集会 这个死伤恐怕难以计数